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昨天四川省梁山州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消息 接梁山州森林草原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木里森林火灾火场出现了复燃 消息称受大风影响 木里县亚龙江镇利尔村东北面火烧祭地内一处悬崖边 前期人工增雨降温降雪覆盖的隐蔽烟点复燃 燃烧腐烂木桩滚落至崖下 引燃火烧祭地内未燃尽的树木形成树关火 由非火吹到火场外东面林地燃烧 因为这关于复燃其实是有很多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的 因为一方面原始森林里面的腐植层很厚 非常容易有隐藏的火点 另外一方面就是它的树木有很多是毅燃采质的 比如说松树 那一旦有树灌火形成的话 那树上的这些松果和树挂 就特别容易随风飘落到其他的地方 就容易形成飞火来造成不确定的清火点 复燃发生后 火场附近的350多名扑火队员到达火场 砍隔离带扑打明火 同时紧急从周边乡镇调集440名扑火队员 赶赴火场支援 在火场得到控制前提下 对火烧祭地开展清理 目前梁山州政府州长苏格尔部 以率工作组赶赴火场 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派出的 102名指战员赶赴火场 应急管理部南方航空护林总站 三架直升机 共飞行五架次14小时9分 洒水17桶约70吨 令驻防于应急管理部 南方航空护林总站成都站 金川直升机场的一架K-MAX直升机 引于架午17点21分 抵达西昌沿原直升机场 对火场进行增援 有关此次火场复燃和扑火的 相关最新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 昨天晚上从梁山州牧里县利尔村 发回的报道 亚龙江镇党委副书记徐红军 他只是此刻的位置 就在山上的火场 他想法说法 给我们传来了一个消息 说他们现在在火场附近 目测到的火线大约有1000米 而且这个复燃的火场 基本上就是在330发生的 那处雷击火导致的森林火灾的 过火地的附近 那么我们所了解的火情 上午7点40分的时候 直升机进行了一个侦测 但是在火场的附近 因为烟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烟几乎是在3400米的高度 就形成了一个恒温层 所以在空中是只能够观测到 3500米左右的一个标高 那当时呢是发现了 一共有6处火点 在北边是有两处 都是地表火 这个火势是中度的 而且在缓慢的向东北的方向发展 那在南部是有4处火点 也是地表火 那这一团的火势是比较强的 在向东南方向发展 预估的这个整个的过火面积 达到5到10公顷 那在下午的4点20分的时候 据这个梁山支队先前组报告 梁山支队的这个支队长 下午就已经率着 7人的先前组上山了 那么他迅速地传下来的消息是说 经过这个现场的勘察 现在山脊的南侧的山坡的地方 浓烟是比较大的 是有树灌火的 但是火场周边的水源很充足 很便于采用这个 以水供火的战法来进行铺救 所以为什么发生这个复燃 其实这个当地的 这个很多的老百姓 他们也告诉我们说 其实复燃对于森林火灾来说 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就是因为在原始森林里面 它的腐植层很厚 有很多的这个火点 其实是隐藏在腐植层下面 所以是非常不容易发现的 所以这样的一次 这个火灾发生之后 其实整个的这个 里尔村的村民们 一直都在山上的火场附近 指守 那包括整个这两天 这个火灾全面扑灭之后 其实也还一直有人 在那边指守 发生这个复燃之后的第一时间 他们马上就把消息传下来 而且马上就开始组织救援力量 昨天下午在抵达 这个里尔村的时候 当时就刚好碰上了有村民 在收拾一些补给物资 他们就准备再上山了 我当时就问他们说 你们上山去干嘛 他们就说去替换 在那边轮植的村民 说从火灾发生以来 其实一直都有村民在那边指守 所以这次的复燃 也是在第一时间 就进行一个反应了 这个村民们 包括当地组织的民兵的铺火队伍 是整个地面救援力量的 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但是当然我们最主力的力量 还是我们的森林消防支队 现在梁山支队的92人 和潘之花支队的100人 都已经做好增援的准备了 而在下午的5点半左右的时候 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 已经叫中了95名森林消防官兵 赶去火场了 同时呢 另外武警梁山支队的91名官兵 他们也是携带着灭火的装备 和给养物资 迅速地返回了火场的方向了 虽然这些村民可能没有 接受过太多的消防的专业训练 但是他们对大山和林子更熟悉 也就是说在离一线火场相对会保持一段距离的地方 他们来进行砍树啊 清除腐制层啊 把可燃物移开啊等等 是需要很多人力和熟悉地形的人 才能完成的工作 所以两者的结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空中的方面呢 也就是三架直升机 进行了五架次 一共17桶水 掉了70吨的这个洒水啊 在火场 而且据前方传来的消息呢 整个的直升机灭火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根据这次火场所在的这个地理环境的特殊性 因为它是在一个山窝里面 三面环山只有一个出口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之下 只能最多容纳三架直升机在轮流作业 所以几乎是已经达到一个极限了 木里这场森林火灾开始于3月30号 经过全力铺就到4月5号 最后的三个烟点处理完毕 整个火场可以说是得到了全面控制 而这次的复燃呢 是因为一处隐蔽的烟点 这处隐蔽的烟点被前期人工增雨降温降雪所覆盖 那么隐蔽烟点是如何形成的 怎么遏制它引发复燃呢 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 隐蔽的烟点呢 通常是在这个森林火灾 明火被这个扑灭之后形成的 这个地表还有一些未燃进的可燃物 尤其是一些腐质纸进行的这个燃烧 我们称为这个阴燃或者这种无燕燃烧 此次梦里的这个隐蔽烟点呢 据我调查和了解情况 也是在一次一个山崖的后面 因为这个隐蔽的烟点呢 这个地表还有一些甚至是没有过火的这些可燃物 而且这个烟点的能量非常微弱 而且比较轻微 所以这个非常难发现 目前呢 这个关于这个烟点的这个烟测 这个国内外呢 上面有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 我们也在试图通过无人机搭载一些红外探测设备 加大对这种火烧基地上这个雨火的识别 目前呢 主要是通过这种人为看守火场 来这个能够尽快的发现这种雨火和这种隐蔽的烟点 隐蔽的烟点是非常危险的 一旦在这种能量基距 然后达到可燃物的燃点 在这种风和氧气的作用下呢 会复燃 目前除了地面人员进行铺救 在火场上空 还有四架直升机进行了火场侦察 及吊筒灭火作业 空地结合的铺救模式 是目前森林火灾救援中比较常见的方式 在业内啊 航空灭火被看成是森林防火现代化的标志 那么空中灭火的优势在哪里呢 它能够完全替代地面铺救吗 在火灾铺救当中 该如何来保障消防人员的安全呢 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观点 航空消防是现代化灵火管理的标志 是扑灭森林火灾的有效途径 也是国外森林航空消防发达国家 所采用的一个主要的手段 但是从目前来讲 地空有效配合 是扑灭森林火灾的一个有效手段 就是航空消防还不能完全取代地面铺救 从这个16年加拿大的这个森林大火 这个18年美国的森林大火 他们都动用了这个是100多架飞机最多的时候 依然不能将这个火灾进行有效的控制 就因此这个地空配合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 通过飞机洒水 主燃机作业 这个阻止火势的发展 降低火势 然后地面人员采取这个有效的这个铺救 这个造成森林火灾伤亡的主要原因呢 除了主观原因之外 客观原因主要包括危险的可燃物 如此次这个木银火灾燃烧的主要是这些原始真叶林 燃烧非常迅速 另外呢就是这个地形条件 再就是呢这个天气条件 如造成此次这个重大伤亡的 都是这种风向突变 产生这种暴燃现象 因此呢这个增加这个有效的这种空地配合 空中能够对地面破火人员 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指引 对周边的危险有一个及时的这个发现和提醒 可能会减少伤亡 另外呢就是说在破火的时候 如果能够选择一个安全的区域 作为这个定级避险的一个区域 也是非常重要的 再就是加大有关这个防护装备的这个研发 据四川省梁山州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消息 昨天下午4点28分 缅宁县 腊窝乡 腊窝村一组发生了森林火灾 起火原因过火面积代查 目前的梁山州工作组已经赶赴现场指挥铺就 缅宁县已经组织460人进行铺就 由于火场风势较大 为了确保铺火队员安全 现场已转入观察阶段 将根据火情来确定下一步的铺就方案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 近日内蒙古气温回升迅速 大部分地区降水稀少 同时多地风力达到5级以上 导致内蒙古森林草原火险等级高 预计今天开始新一轮的冷空气将会横扫内蒙古 带来大范围的雨雪和降温天气 对环节火险的形势有利 气象部门建议有关部门要加强野外用火管理 加大林区草原火险检查力度 确保森林草原安全 我们的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了解到 4月4号到7号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是5260万人次 同比增加了346.5万人次 昨天是金明小长假的最后一天 返程客流行程高峰 铁路公路部门增加运力 确保旅客顺利返程 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454万人次 比6号增加300多万 客流量最大的长三角地区 昨天发送旅客282万人次 上海 杭州 南京站的旅客发送量 都会超过30万 客流增长明显的还有北京 广州 成都 沈阳 武汉高铁集中的枢纽站 西城高铁平均上座率超过94% 昆明到大理 丽江的客流量较往年翻了一番 撞香3月3 新正皇帝顾礼祭祖大典等活动 都吸引了大量游客 南宁 郑州局 昨天都加开到北京 上海等方向的动车 南昌局加开到广州 上海方向夜间动车 太原 呼和号特等地 加开直通重点景区的朴素列车 全国铁路昨天加开旅客列车732列 公路方面 昨天下午5点起 各大高速公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车流量为平时的4倍 北京 上海 广州 成都 重庆等城市主干道 及周边高速路网出现不同程度拥堵 7座以下小客车高速公路免费通行 持续到昨天24时 清明小长假也是踏青出行的好时节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综合测算 今年清明节假期 全国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1.12亿人次 同比增长10.9% 其中城市周边短途游广受欢迎 占比超过了60% 阳春四月的好景致 都会吸引很多人走出家门 去感受春天的气息 还有不少地方是以奇特的美景 给大家带来了不小的惊喜 在甘肃敦煌明沙山下月牙泉边 游客们徜徉在风光秀美的大自然景观里 爬山赏泉拍照游玩 据了解 今年清明期间 明沙山月牙泉景区客流量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84% 默默黄沙当中 然后看着这么多的骆驼骑队 再加上这个骑骆驼的那种感觉 一晃一晃那种感觉 非常的舒服 在陕西宝基太白山景区 太白山下繁花似景 而高山区却是银庄素果 在太白山海拔3511米的天元地方景点 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雪 让刚刚还穿着短袖的游客 倍感兴起 同样飘起雪花的 还有四川阿坝州松攀县的 渣嘎瀑布景区 渣嘎瀑布气势磅礴 穿林奔蟹 弹出的水花腾起的层层水雾 映出稻稻彩虹 而飘落的雪花与飞泻而下的 渣嘎瀑布交相辉影 让来自各地的游客惊叹不已 森林 雪峰加上这个雪景 包括我们这个滩流 还有美丽的渣嘎瀑布 真的是忽然一起 一幅完美的画卷 特别的漂亮 继续我们的春耕走一线 系列报道 云南昭通 是我国西南地区的 马铃薯的主产区 年产量超过了300万吨 眼下当地的马铃薯 春耕生产正在进行 不过跟往年不同的是 这里的生产方式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农户的压力大大减轻 可以放开手脚耕种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去看看 这里是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 上高桥乡大寨村 我们了解到 今年的马铃薯春耕 有了新的内涵 农户只需要提供劳动力 而不需要任何的经济投资 就能够完成这一季的马铃薯春耕了 在大寨村 农户正在抢抓农石 开展春耕 和往年农户主要以散户 来种植的方式不同 今年是由专业合作社统一组织 农资企业提供资金和农资帮扶 来开展春耕种植 翁廷恩是一家科技公司的负责人 他告诉记者 他们公司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组织实施了马铃薯整村推进项目 通过向种植户先期垫付费用 提供自己企业生产的 有机无机复混肥和土豆种子 带动农户进行马铃薯标准化种植 农户在以每亩60元的租金 把料荒土地租给合作社 一个人一天都要种一亩 往前都是两个人一种一亩都还种不起 2018年 翁廷恩偶然间尝试帮助招通两个村 垫付春耕资金 马铃薯收获以后自己在回收销售 结果电资花了80万元 回收销售又回笼了150万元 今年合作的土豆种植面积达到了8000亩 每亩要垫付资金1500元 总数高达1300万元 单靠企业垫付已经很难支撑 云南省政府又成立了一家叫农业担保公司 他们也愿意来做为这些合作所担保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他们的担保 去向银行融资贷款 通过这种合作模式 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翁廷恩告诉记者 马铃薯的生产过程中 农户最大的压力就是春耕垫付资金 以及市场销售风险 而在依靠农业担保获得贷款支持以后 付出1300万元电资 就能带来2800万元的销售收入 农资企业运用金融手段筹资 帮扶当地春耕 既是给农户减了负又保证了生产 而农业合作社给农户提供了更好的物工平台 让他们一次春耕挣两次钱 农户和合作社实现了双赢 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云南昭通的鲁垫县是马铃薯种植大县 其中托马村就有4000亩地 农户们大多都身兼两职 一边自己种马铃薯卖 一边在合作社里当农业技术工人 挣工资和土地流转租金 农户自己种马铃薯 因为生产技术明显不如合作社 而且土地数量少 分布也相对分散 一亩地最多能出产1500公斤 并不能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 而合作社每亩每年出产3000公斤马铃薯 今年又采用了新的种植方式 产量还会提升 李寿聪的合作社是2008年成立的 一共有7000多亩土地 1400多名农户 他告诉记者 一亩地出产3000公斤马铃薯 销售收入6000元 7000亩地就是4200万元 而合作社一年付给农户的工资和土地租金 是2800万元 自己还能剩下1400万元 而从去年开始不再种商品薯 改成种植种薯以后 合作社和农户的收入就更有了保障 商品薯来就是8000现金 种薯来就是卖到1块5到2块钱 李寿聪说 今年他们又新增了200亩土地 预计年底能回收120万元 计划到明年还将扩大500亩地 并且利用技术优势 吸收更多的农户加入到合作社来 我国是世界马铃薯主要生产国之一 提高马铃薯的深加工水平 对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 有着重要的意义 马铃薯旨要种得多 种得好 更要用起来用得广 因此多渠道深加工提高附加值 也成了马铃薯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记者在交通一家马铃薯加工企业看到 生产线在不停运转 但企业负责人说 现在的产能运用并不充分 2018年的开工率是60%多 今年能达到80% 此外从用料上来看 加工型马铃薯也存在着短板 尽管交通是全国知名的马铃薯产区 但在品种和产量上 无法和其他地方竞争 2018年起 交通的马铃薯品种质量有大幅提高 这解决了加工企业的部分原料问题 一些企业准备扩大规模 年内我们计划 上年产3万吨数的马铃薯项目 那么该项目的一个落地 将能够带动地方不低于100万亩的马铃薯种植规模 同比传统的一个马铃薯种植 将能够实现每亩600到800元的一个征收 除了提升品质 在业内人士看来 交通的马铃薯产业 还有很多商机可以挖掘 南亚东南亚这一带 它们是适合种反季节马铃薯 所以我们的高海拔的种植过去 它会增产 我们云南省跟南亚东南亚这一带的 区位优势 所以这个市场是我们 非常有潜力的一个种植出口的市场 春风时里催开了河南陵宝寺河山的满山繁花 苹果花开的季节 当地上万亩苹果花是迎风摇曳花香四溢 在这苹果萌芽始花期的关键时期 果农们正忙着对果树追肥 抒花等等 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块去了解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日浙江温岭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网络赌博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一百余人 初步查证涉案的参赌金额高达一亿多元 涉及全国各地参赌人员三万多名 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今年一月份以来 温岭市公安局陆续接到群众举报 称有多人通过一款名为 易游乐的手机应用软件进行赌博 在麻将游戏中输了十几万元 接报后 温岭警方随即成立专案组 从这个游戏APP入手 展开深入侦查 经过近三个月的努力 警方摸清了该APP开发运营人员 赌博代理群成员身份 赌博形式 赌资兑付方式等基本情况 4月2号温岭警方抽调200名警力 吩咐杭州 盛州 以及温岭本地展开抓捕 以郭某为首的 一百多名犯罪嫌疑人 相继落网 现场缴获了大批电脑 手机 银行卡等赃物 我们这次抓过来的一百来个行业人 都是公司的核心人员 以及下面较大的代理 对于其他的一些代理 以及下面的参赌人员 身份我们有些身份 我们在自主核实当中 如果涉嫌犯罪的及违法的 我们下一步都会自主进行追捕 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 这款号称棋牌类游戏的APP 就吸引了全国近三万人参赌 那么这个APP是如何开设赌局 并且盈利的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据警方介绍 该款名为易游乐的赌博APP 出自犯罪嫌疑人郭某之手 自2017年6月开始运营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 该APP平台不断招兵买马 发展代理 据警方介绍 赌博人员会按照不同的游戏 先行约定好赌注的大小 通过向代理充值购买钻石后 自行在平台上开设房间 并邀请他人进入赌博 之后代理再与公司评分收益 一游乐APP盈利的方式 就是通过玩家冲转实现盈利的 冲转它在公众平台 公众化平台上 这个界面我们可以看到 有6元到618元 8种冲转的方式 我们点立直冲转的话 会跳出一个制止的游戏RD 我们输入RD 它就可以实现游戏的 钻石的冲值 短短一年多时间里 该款赌博APP光注册的代理账号 就有近400个 已吸引了3万多人注册参赌 涉案的参赌金额高达1亿多元 该APP平台非法获利1700多万元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近日新疆30名游客自行组团 结伴到昌吉硫磺沟镇101省道旁的一处荒山区游玩 其中一名旅客游客不慎从山顶跌入山沟 同行的队友因为没有救援工具无法施救 只能报警求助 当地消防部门接到报警后 迅速赶赴现场救援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 山沟距离山顶有20多米 女子被卡在山体的缝隙中动弹不得 胳膊腰部不同程度受伤 救援人员利用绳索缓降的方式 到达被困位置 由于空间狭小 救援单架不能展开 消防人员只能使用安全绳和安全腰带 将被困女子背在自己身上 和山顶的救援人员一起合力 将受伤人员拉上安全区域 随后女子被送上 在路边等候的救护车 索性被困女子没有生命危险 消防人员提示 不要随意到未经开发的山区游玩 避免发生不必要的事故 同样是旅游爬山发生危险的情况 也发生在了江苏连云港 4月6号上午10时42分 江苏连云港消防指挥中心 接到了群众的报警称 位于桃安街道附近的山上 有人摔伤 需要救助 救援人员迅速赶往现场后 了解到 伤者是一名中年女性 当天她与几个旅友一起爬山 在快到山顶的一处悬崖边时 应手滑为抓紧绳子 从约10米高的悬崖摔落 受伤较重 无法动弹 同伴立即拨打了120和119电话 请求救援 由于消防车无法驶上山 消防人员立即携带救援装备 徒步前进 中午12时10分左右 消防人员到达了摔伤女子的被困位置 此时 120急救人员 已对摔伤女子的身体进行了检查 并做了简单处理 但由于摔伤女子受伤较为严重 需要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治疗 随后 救援人员将摔伤女子排下山 在行至半山腰时 摔伤女子突然口吐白沫 经120急救人员检查发现 摔伤女子的生命体征下降 消防队员立即加快下山速度 同时请求110进行增援 在行至距离山脚约300米时 几名公安特警队员与消防队员会合 随后由多人轮流抬着摔伤女子下山 经过多方力量约4个小时的艰难救援 摔伤女子终于被成功抬下山 并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据了解刚才片子里那位受伤的女士 还在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大家 外出踏青 特别是选择爬山的时候 要选择一些相对成熟的路线 尽量不要随便地去走小道 避免遭遇蛇虫出没 发生意外的状况 对 而且要提醒一定要结伴而行 年龄大的朋友 尽量不要攀爬陡峭的山坡 户外爬山的时候要戴安全头盔 做好防护措施以防发生意外事故 另外爬山前一定要了解一下 当地的地形还有天气的状况 爬山的过程当中注意速度平缓 以免爬到一半筋疲力尽 发生危险 总之就是要提前做好专业的准备 和戴上专业的装备 没错 4月6号的上午浙江渝瑶一名老人 在上山祭祖的时候不慎摔倒受伤 无法动弹 那么接到报警之后 当地的公安 消防 医疗等部门 也是迅速地赶往现场 将老人抬下山送到医院救治 到达事发的山脚下后 救援人员携带消防安全绳 折叠担架等徒步登山 经过近半小时的寻找 救援人员终于找到受伤老人 医疗人员为受伤的老人查看伤势 确认老人身体有部分骨折 并对其进行简单包扎 随后消防员将老人抬上担架 并用安全绳固定将老人抬下山 并第一时间将老人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据了解 老人身体出现骨折和擦伤的情况 并无生命危险 4月4号下午4点左右 广东 杨江 杨春市人民医院 急诊室接待了一名脚 被铁夹子夹住的老人 由于无法将老人的脚 从铁夹中取出 所以向消防部门求助 据了解老人是在上山祭祖的途中 不慎被山上的野猪夹子夹住了脚 而由于夹子的铁齿咬得紧紧 而且不满铁锈 所以它整个脚掌变形了 消防员到现场利用液压扩张器 实施扩张5分钟后 顺利将它的脚取出 再次我们要提醒大家 清明上山祭祖除了注意消防安全 还有多关注脚下安全 另外老年人上山 最好能够有年轻人一起陪同 谨慎发生意外 好 我们来看下一条 4月5号在护鱼高速中线白石段 一辆面包车侧翻在高速公路上 所幸的是车内所有人员 都系了安全带 无人受伤 互联网时代几乎每个人 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网络账号 里面甚至不发很多数字化的资产 不知道您是否想过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天当用户离世 这些网络资产能否被继承呢 赵女士平时经常使用微信存储零钱 进行支付和转账 在她看来 微信里的钱属于个人财产 如果将来离世了 微信里的财产应当可以被继承 应该是属于继承的 毕竟它是可以用银行卡 是可以提可以存的嘛 完了之后这些东西 应该是可以继承的 这些钱也是我们自己的 然后这样的话 是归家属所有或者自己所有 也不能给互联网呀 此外 手游在年轻人群体中很流行 不少人也花费大量时间金钱 从游戏中获得虚拟武器装备 及游戏币 并在网上交易 在李先生看来 这些有价值的商品 理应属于个人的网络资产 既然自己花了钱买了装备 就是充了WC币 然后这个东西 肯定是不希望打水漂的 肯定是到最后 希望还是后继有人的 除此以外 互联网上各种网络社交软件 不断出现 微信 支付宝 知乎等不少软件 直接绑定了消费者的银行卡 那么如果有一天 当人突然离世 微信 支付宝等网络遗产 到底该怎么办 这个网络遗产呢 严格来说 它属于动产的一部分 比方说我们这个微信账户 支付宝账户里面的这个存款余额 那么它类似于这个银行的存款余额 那么在您这个进行继承 或者进行分配的时候 它是类似于处理 您的存款的一种形式 根据这个来处分您的这个余额财产 据了解 网络遗产是指被继承人 失去时遗留的个人所有的 网络权益和财产 包括账号 密码 图文 音视频 虚拟货币 网络店铺 游戏装备等 又称为数字遗产 然而国家目前对于网络遗产 还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 法律界也没有定论 业内人士认为 依照继承法 没有人身性质的网络遗产 像网络理财 余额宝 以及作品版权 游戏币等 应当可以继承 公众花了一定的代价 然后买到的一些什么QB 之类的一些账号 那么这些都带有财产性 而且它就有一种流通性 比如说通过网络游戏 获得了一些什么装备之类的 它能够进行的再次转让 那么这一类我们都把它叫虚拟财产 目前在相关的一些 司法审判实验当中 已经获得了一种认可 由于网络遗产 继承问题比较复杂 引发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一些互联网企业 也在进行探索解决 事实上除了网络账户里的资产 网络账户本身也是具有价值属性的 因为承载了很多 用户的记忆 这些账户也是备受关注 那么这些账户又能不能够被继承呢 网络账户 电子邮件 但是这方面的话法律还没有相关的明日规定 然后我感觉有些遗憾 那么类似电子邮箱 微信 微博社交 游戏账号等网络资产的归属权 究竟由谁决定 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律师董奇认为 这些具有人身性质的网络遗产 都是私密性的 属于用户的隐私 不可以继承 知名的这个ID 微博账号或者是商铺 它的价值会非常的高 但国家对这方面还没有明确说明 这个它的有没有一个特殊的属性 那么我们现在根据我们之间的这个服务合同 进行划分 进行界定 并不能作为遗产 那么直接进行处分或者继承 青岛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曲天明分析 网络财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它的物权属性 但和普通物品不同的是 这些网络资产通常和账号联系在一起 和用户的人际关系密不可分 继承可能会侵犯个人隐私权 要尊重这个权利人自己的一个选择 如果跟其实没有一个主动的安排的话 国交平台公司呢 比如说腾讯呢 他们是没有权利 同时也没有义务把这些账号 包括里面那些大量的隐私的东西呢 就直接给他的所谓的法定的继承人 也是对这个去世的人的一种尊重 网络资产的全面继承还有待时日 业内人士建议 在目前情况下 用户可以把互联网上的个人账号 密码等写入实体遗嘱当中 来保护个人利益不受侵犯 希望那么咱国家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 或者新的法律法规 对这个所谓的网络遗产 进行明确的划分 对种类啊 这个属性 作为做出明确的界定 哪些是可以继承的 哪些可以继承过户的 尽快的细化 有争议的部分 做出明确的说明 保障我们广大网络用户的这个财产权益 在这方面呢 我们也查了一些国外的一些经验 不少国家像英国 美国呢 都是在法律上承认了 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权 美国还颁布了通过遗嘱的方式 执行虚拟财产继承的事项 充分肯定了网络财产继承 和分配的合法性 未来网络虚拟财产继承和保护的问题 会越来越重要 相关部门应该尽快地对争议问题 以及法律模糊地带 进行及时的厘清和界定 完善相关的制度和法律体系 实际也是网络社会不可或缺的 公共保障是无法回避的 我们都说环境是需要 我们大家共同来维护 公共安全同样也是需要 我们来捍卫 还记得去年12月份 云南的一位男子 拉扯公交车方向盘的事情吗 现在这个处罚来了 近日云南区近市麒麟区 人民检察院宣判 被告人陈某犯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 判处有期徒刑 四年零六个月 判得好 这个判罚也是引来了网友一片叫好声 的确 夺方向盘打司机 视满车人的生命安全为无误 对这样的人绝对不能够轻易地放过 就应该重判 关爱生命 文明出行 不能够只是嘴上说一说 希望每一位乘客都能够遵守交通规则 敬畏生命维护公共安全秩序 好 我们来换一个话题 今日上海徐汇区一个小区的 不少居民反应 小区内私装地锁的现象非常严重 整个小区大概有四百多个地锁 这不仅加剧了停车难 而且还带了不小的安全隐患 记者在位于上海徐汇区的 徐汇新城小区看到 小区地面上到处都是地锁 就连消防通道也不例外 因此一些居民只能将车辆 居民们说这些地锁都是私自安装的 已经有四五年了 你没有地锁的话 就是你出我进 你进我出 这样它的停车率会提高 但全部装地锁 就变得就是说 我们可以停的车位很少了 也有老人大夏天的蹲在那 谁愿意叫自己爸妈出来 这样等位置 但实在都一两个小时 找不到车位很正常 只不过的 所以看我们一般是 晚上是根本不出来的 还有的我们去接小孩 小孩后来要递兵车 上次我睡了一觉了 私庄地锁不仅加剧了停车难 还带来了不小的安全隐患 可是为什么四五年了 还是这种状况呢 记者首先来到小区物业了解情况 相关负责人表示 他们去年七月刚刚进驻该小区 而地锁是历史遗留问题 之前第一任物业 擅自帮居民安装过一批 有车的居民便纷纷效仿 使得私庄地锁的现象愈演愈烈 之后记者又来到了小区居委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 小区私庄地锁的问题 确实比较严重 之前他们曾集中整治过多次 但通常都是没过多久 就又安回来了 七两年人关了 一路人关了 是 你也在法国 是擦了这个地数 我这里呢 有时候擦好意愈呢 初次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么矛盾越来越多了 那么这个时间就三个 是年车呢 又开始又涨起来了 小区地面 对于大家是 共同拥有的 对吧 一方面呢 影响了消防通道 所以呢 那相关的情况 就散报了 相关的部门 以前那相关部门 应该干了 警察对我的 做出辞理 对此 小区所属 街道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表示 针对徐汇新城 小区私庄地锁的问题 他们将协同有关部门 尽快妥善解决 前期呢 街道已经召开了 相关单位 由城管公安消防等部门 参加了一个 专题整治工作会议 那个也制定好了 一个整治工作方案 安排了一些一定的力量 那么将在近期呢 对徐汇新城 那个安装地处的滥项 进行一个专项的整治 整治完了以后呢 由物业加强管理 那么确保我们 徐汇新城的通道的畅通 清明节期间呢 很多人都会带上 菊花扫墓祭祀 缅怀仙人 那连日来呢 在云南昆明的 陡南花卉市场 菊花的销量也是居高不下 甚至出现了菊花紧缺的情况 清明假期 云南昆明的 陡南花卉市场 熙熙攘攘 记者绕了一圈发现 售卖菊花的摊位 屈指可数 越南菊花那边缺货了 现在地里面都差不多采空了 平常现在卖的多的是广州的本地的 但现在广州本地那些都基本没有 越南的差不多采空了 所以现在价格高 商家介绍 目前陡南花卉市场里售卖的菊花 越南菊占了大多数 从清明节前一天开始 菊花的销量便一路攀升 价格也居高不下 越南菊平时六角钱一支 现在卖到了两三元钱 除了菊花以外 白色系的鲜花和蕾丝等 用来装饰的鲜花 这两天的销量也有所提升 颜色上主要是白色的和黄色的花 点缀一下这个花束的时候 主要是以这个 还有白色的玫瑰这些 都是卖的好的 红菊花还有那个白菊花 我们都会买的 可以一起吃到一起花 混着在一起去拜基加 菊花价格涨了 玫瑰月季的价格却持续下滑 商家介绍 玫瑰的价格从半个多月前的 六七十元一把 降到了现在十多元一把 而且预计低价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而月季更便宜 很多商家较价十元三把 玫瑰差不多掉价 这段时间都是天天跳价 十多元一把 基本上最低价也是 玫瑰花现在是暂时涨不上去了 昨天是清明假期的最后一天 政治农历三月三 三月三是我国多个民族的传统节日 南方多地呢 很多的民族会用歌声舞蹈 以及传统文化活动来庆祝三月三 我现在呢就是在 玫瑰关瑶族自治县的 米古陀文化动员 这个传组三月三 它也是共同关聚的一个节日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场牛牛舞啊 它其实呢就是以这个带牛 黄牛产业来为这个主线 同时呢还融合了 这个传组的稻作文化 农耕文化 还有这个牛文化 包括还有一些传统的民族 磕色美食啊 还有一些传统的民族服饰的内容 结合呢 传组的这个飞仪传承典 但我还有这个传组的上子舞等等 可以说是一场难得的艺术盛宴 但现在我们看到正在出产呢 是一个三米宽的一个大菠节 这个大菠节里面装的是 这个牛肉和这个五色糯米饭 这个牛肉呢 就是以带牛环牛养殖的这个 多安瑶山牛 还有这个五色糯米饭呢 可以说是这个传组三月三 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 我们看一共有五种颜色 寓意着五股丰登 丰调与顺 在江西宜春上高县 七个少数民族村上万人 连续两天在歌在舞 在现场 具有浓郁少数民族特色的 银客酒 唱山歌 原生泰民族歌舞表演等节目 逐一进行 身穿苗族服装的姑娘们 伴着音乐起舞 选新郎 跳竹竿 一个个互动环节 引得现场一阵阵欢呼 五色饭 越南水 平安粽 波及宴等少数民族特有的美食 也吸引着游客前来品尝 这些民族的生活习俗 文化 理韵 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 我们这个少数民族 跟我们汉族 真的是像十六指一样 紧紧地抱在一起 让我很兴奋 在贵州望摩 感恩祭司大典 是每年三月三的重头戏 这天不依少女敲响牛皮糖骨 不依阿妈们端着不依鞭当 唱着迎客歌 他们抬着丰收的农骨 五色花米饭 迎接远道而来的各族同胞 清明时节百花盛开 所以赏花 踏青成了不少人 小长假的标配之一 争其豆艳的春花 也让大家感受到了浓浓的春意 这两天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 新疆刹车县 八旦木花争相绽放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优质的沙制土壤 干裂的昆仑山雪水 加上塔克拉玛干沙漠上空 炙热的阳光 给八旦木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刹车县种植八旦木70多万亩 年产量达6000吨以上 万亩以上的零星八旦木园 分布各乡镇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片的花海 我们用自己的无人机拍的话 感觉特别的震撼 怕清赏花油还带动景区附近的农家乐 热闹了起来 如今加上临下经济 刹车县的八旦木林 亩产值平均可以达到7500元左右 在安徽社县桂林镇的紫金山 一千多亩野杜鹃也进入了圣花季 暗香绵延的花海 与披心土绿的丛林交相辉映 这几天 紫金山上的野杜鹃 每天都会吸引数以万计的游客 前来踏春赏花 非常震撼 因为这个漫山遍野的都市的 不像那个人工种植的 它是自然形成的 今天是周一 我们来了解一下 日本和韩国的资本市场 最新的动态 让我们来连线 正在日本东京的 财经频道特约记者王翔 以及在韩国首尔的 财经频道特约记者张小娟 两位好 我们首先来问一问王翔 日本市场有哪些 值得关注的资讯呢 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彭飞 日本日新指数上周上涨了 601.69点 涨幅达到 2.8% 暴售于 21807.50点 那么上周一 在中国经济数据向好的带动下 日股跳空高开 反弹超过300点 之后从周三到周五 日经指数连续三天上涨 那么上周五 收盘时创下了一个月来的新高 今天日本股市继续上扬 上午开盘的时候 创下了今年的最高点 行业方面 我们来关注日本汽车市场的变化 那么上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18财年 日本国内汽车销量榜的前五位 全部被排气量低于660毫升的轻型车占领 那么这是相关统计实施以来的首次 由于日本对小排量的轻型车在税费方面 给予各种优惠 那么养车的低与排气量1.3升的汽车相比 每年养车费用便宜30%左右 再加上安全性能不断改善 所以选择轻型车的日本消费者越来越多 与普通汽车在2018财年销量下滑形成鲜明对比 轻型车的销量增加了3.4% 那么根据统计 日本国内轻型车的保有量已经突破了3000万辆 占到了总数的四成 最后我们来关注日本大学生就业市场的最新变化 那么在少子化和人手不足的大背景下 日本大学生就业近年来形成了卖方市场的基本格局 为了确保优秀人才 日本企业相继提高新人工资 除了永旺、罗森等零售企业 已经从今年开始提高起薪之外 服装行业巨头优衣库上周也宣布 从明年开始把起薪增加到每月25.5万日元 相当于人民币15300元 涨幅达到20% 信息科技类企业也大幅增加高级人才的起薪 其中即时通讯服务商LINE 将把最低年薪从600万日元上调到700万日元 相当于人民币42万元 另外还有一些企业打破日期年工序列的传统 按照新职员在实习期间的成果 以及他们所持有的技能资格来提高薪资待遇 以上就是我们在东京的观察 彭飞 好的 谢谢王翔从东京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那么韩国市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呢 我们再来连线在首尔的财经频道特约记者张小娟 来 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先来关注一下韩国股市 上周韩国宗旨连续5天走高 一周内累计上涨3.22% 近期中国经济数据向好 欧元区经济指标出现改善等的提振了 韩国市场的投资心理 上周韩国主板市场共有452只个股上涨 钢铁 化学 通信等板块表现非常抢眼 在外国投资者和韩国机构投资者 双双净买入的拉动下 韩国总指是再次站上了2200点 今天早上韩国股市依然是上涨开盘 根据韩国建设技术研究院 上周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 去年韩国建筑行业全球竞争力 从此前的第6位跌至现在的第12位 这也是自相关机构进行此项调查以来 韩国首次跌破前10名 近三年间 韩国建筑企业在设计施工领域的海外销售额 是下跌了20% 在低价工程领域 韩国没有发展中国家的价格优势 技术实力又比发达国家低 韩国建筑企业在国际市场渐渐陷入了一种颇为尴尬的经济 作为韩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建筑企业在全球市场竞争力的下滑 或将影响到韩国经济的增长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韩国最近物价的上涨 上周韩国最大的啤酒企业将旗下多种产品的出厂价格 平均上调5.3% 一度登上韩国门户网站的热搜榜 这家企业在韩国啤酒市场的占有率是达到了六成 此次价格的上调或将引发其他酒类品牌价格的上涨 所以受到了市场的高度关注 另外近期韩国市场辣椒酱大酱等调味品 以及豆制品乳制品面包冰淇淋等 与韩国民众饮食消费息息相关的大众食品的价格 涨幅均在5%到20%左右 让韩国消费者较苦不迭 可以说韩国此轮食品价格上调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工费的上涨 另外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物流费 租赁费等固定支出的增加 也让很多企业不得不上调价格来求生存 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 去年第四季度 韩国两人以上家庭的月平均收入 同比仅仅上涨了3.6% 对于消费者来说 在家庭收入几乎原地踏步的情况下 食品饮品的价格大幅上调 或将更加加重消费者的负担 以上就是我们在首尔的观察 好的 也谢谢张晓娟 从首尔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读书时间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一本书叫做 全脑优势 个人和企业的竞争本质上是思维的竞争 书中详细介绍了独创的全脑思维法 帮助读者寻找和自己优势最匹配的职业 挖掘潜能开发创造力 并对其他人的优势劣势有清晰的认识 从而实现个人成长以及团队整体的表现 如果说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摇一摇 摇动手机进入到抽奖页面 我们将会免费送出50本书 各位一定要留下自己的地址和联系电话 我们才能把书送给你 好 节目的最后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跟大家聊的是 数字时代网络遗产到底该如何处理呢 来看看网友我们的想法 南德胡图说 我同意专家的观点 人身性质的隐私不可以作为遗产继承 网络店铺游戏币还有网络理财产品 都是可以继承是对的 个人的隐私空间必须尊重 这个网友洪业就说了 建议尊重离世人的遗嘱来继承 属于隐私的部分不应该继承 张建国说 应该加快网络遗产保护 尽快出台政策规定 跟上时代潮流适应社会需要 网友一步一个脚印说了 可以继承只要知道密码 并且继承者能够证明 其与被继承人的关系 这样也能够多留下一份回忆 好 欢迎大家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观看我们的直播参与互动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样了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再见 分享阳光 分担风雨 第一时间 第一印象 小人好 来看天气 节后第一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休假状态 切换成工作模式 总之降水是相当有工作状态了 今天一大青岛就开工了 而且全国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其中尤其是青海的北部 内幕的中部都将会有中到大雪 而西北地区东部 华北南部 黄淮江 到江南北部 很多地方都将会有中到大雨 居地暴雨出现 而且全国很多地方都会挂起四到六级的风 而在长江中下雨地区 下雨的同时还将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 雷暴大风 这样的强对流天气 节后第一天 这个天气大礼包实在是太大了 大家外出 一是要注意防雨 二是要注意防反强对流天气 尤其是目前还在返程路上的朋友 这样的天气很容易导致航班延误 甚至是取消 大家出发之前 也是要咨询一下相关的情况了 那么在气温方面 可以说表现的同样强烈 都说春天孩儿面 一天变三变 刚刚过去的假期 全国大部都是在比长年同期偏暖当中度过的 但是今天天气就要变凉了 北方大部率先会加入到降温的行列 而到了明天 南方也会有很多地方出现降温 总之之后几天 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 气温相比于之前 都会下降一个台阶 像是转回来季节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武汉 今天最高气温还能够达到32度 创下新高 中午前后有点热了 但是到了后天 就会降到只有15度 降了一半还多 大家务必要及时地关注天气的变化 注意防范感冒 还有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 来看测试预报 北京多云转小雨4到17摄氏度 哈尔滨多云零下3到11度 长春多云零下2到11度 沈阳寝零下1到13度 天津阴转小雨6到15度 呼和浩特小雨4到18度 乌鲁木齐晴2到12度 银川小雨转晴3到21度 西宁阴转多云0到12度 兰州多云转小雨11到23度 西安阴转中雨14到27度 纳萨小雨3到15度 成都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 重庆多云转阵雨19到32度 贵阳晴17到28度 昆明多云转晴11到25度 太原音转小雨6到14度 石家庄小雨4到15度 济南多云转中雨5到18度 郑州小雨转中雨6到17度 河飞多云转中雨21到30度 南京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 上海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 武汉多云转大雨13到32度 长沙多云22到33度 南昌多云21到31度 杭州晴转小雨19到30度 福州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 台北多云20到26度 南宁多云23到32度 海口晴24到34度 广州阴23到31度 香港阴转多云23到29度 澳门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 北京多云转小雨4到17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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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